大家好 这两天我还有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长寿化的叶片有白霉 有什么好的偏方 其实长寿化的叶片有白霉 就是双霉病 那么引起双霉病的原因 一般都是有一些真菌 还有霉菌引起的 我们想用小偏方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这种小苏打 我们用这种小苏打的方法 很简单 只需要给它兑水 来给它擦湿叶片就可以了 用上一克的小苏打 然后兑上500毫升的清水 直接将它搅拌均匀 然后给它用纸巾或者是抹布 来给它清洗叶片 当然这种小偏方 是在轻度的时候可以使用 如果说长寿化的双霉病 比较严重了 那么我们用这种小偏方 它是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的 所以说平时大家养护长寿化 一定要多注意 多预防 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适当的使用一些杀菌药 用上这种乙座多菌磷 当然普通的多菌磷 它也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一定要用这种乙座内的多菌磷 给它喷洒叶片 将它清洗干净 再拿来给它做喷洒 为了避免双霉病的发生 并使我们养护长寿化 还是要以预防为主 养护环境 通风条件一定要好 不好的话容易滋生续菌 还有散射光要充足 最好是每天有两三个小时的阳光直射 在早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双霉病的发生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